來幫這位帥哥看一下 你的地盤 好不好 他買了就買了 看完這樣你的臉怎麼那麼不臭 沒有啊 像這種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馳 今天呢 又有個客戶啦 他有買一台 SEAR A250 這是那一台 他這是跟一家車廂買的 他想請我來看看他那台車 有什麼狀況的問題 走吧 我們一起來看看 哈囉 你好 你這台車不是剛買到的嗎 對啊 主要是想要來給我看什麼東西 我想請你幫我檢查一下車礦 因為我對車子不是很了解 了解 好好好 那我大概要幫你看一下 你車子怎麼沒有油啊 我沒有去加油 對啊 我跟鋼籤沒有油 鋼籤沒有油 鋼籤沒有油 你沒幫我加啊 那我先幫你看一下 他這台車有沒有 是通算過好不好 好好好 當初買的時候他有跟你講說 車子有手這麼準嗎 他跟我講說有認證過啊 可是沒有給我認證書啊 哥哥你幫我熄火一下好不好 太臨時了 沒有帶他手電筒 沒關係 用手機光 夾夾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 它螺絲嘛 帥哥你知道怎麼看車嗎 不會耶 我大概跟你講一下 基本上我們看車的話 其實不難啊 我們就是先看它螺絲點 是 你看它螺絲點沒有拆過 你可以看它這個狀況 它螺絲是沒有轉卸過的痕跡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它這個葉子板是有更換過的 我們目前上面的螺絲的邊緝 都沒有去做脫落 每個螺絲都要先稍微看一下 你看這台車引擎室的狀況 你確定是剛買而已 對啊 你可以看一下這邊 都拆掉了 你有沒有看到沒有 這應該是長時間下來 它才老化的 因為它這東西是屬於環保材質 它都沒有換過 你看一下 我刷一下一下可以吧 因為畢竟這東西 也是要做更換嘛 刷一下一下 你看 整個都脆掉了 對吧 對 像這個 到時候你還是要換掉 換這組應該 不貴啦 應該七八千塊差不多 你剛剛當初買的時候 你沒看你解釋嗎 沒有 你太抽到艙了吧 你 我只看到賓士的老闆都濕了 差不多 太扯了 然後我是要幫你看一下 因為我看這個外觀 基本上連這個進氣口 它都沒有跟你做整理 我相信應該是有剩餘了吧 這我不知道 欸稍微啦 唉呀 稍微 你看這邊都有點油漬 你這台車跑多少公里去了 四萬多 跑四萬多 招細板 四萬多 不太可能喔 不太像跑四萬多 當然你今天是來這裡 是檢查車逛的 對 那我跟妳講說哪邊需要代修 好 我不希望說引起 你跟那架車行的糾紛 你知道為什麼 這就是負責幫你去做檢查的動作而已 所以今天我就不問你買多少錢了 OK喔 我當純就是幫你看車裝 這麼好 對對對 目前確定是都沒有去裝過的 因為它螺絲都沒有去桌拆過 我們稍微看一下 內裝的部分 感覺是真的像是剛買的嗎 我真的很懷疑欸 像這個鑰匙借一下好不好 外匯車啦 鑰匙上面一定會出現這個東西 我們看鑰匙就知道它是外匯車了 會有這個 紅色的三角的鑰匙 如果說今天是總代理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東西 小細節啊 來 上次真的是跑4萬5 基本上的話呢 也有做車廂的經驗來講 它這個方向盤 它這個方向盤的使用狀況 你說它跑4萬5 好像有點 我是建議啦 車廂如果它有跟你保證里程的問題點的情況下 因為這是外匯車 你跟警察去查carface 對 這裡的話我就 查點檔 因為畢竟說 我這裡是方警察車況 我也不想要 因為這個 開在我這邊給我看 然後跟那個車廂有糾紛嘛 因為這個樣子 方向盤的使用程度 你說它跑4萬5 不太相信 再來你可以看它引擎室嘛 它連進去的那個東西 都已經催化成這樣子了 我個人猜這至少跑 15-16萬9 整體開箱有什麼狀況嗎 嗯 還好 稍微抖動了一點 稍微抖動一點 抖動的話有分兩種問題 一個是引擎腳抖動 一個是 它的氣缸 活性實在丁火不順的抖動 整體感覺是還不錯啦 像CLA這種車子來講 它本身毛病不大 它的重點就是 它是前驅車 然後第二個重點就是 它後進空間會比較小一點點 這台車你買到現在啊 你底牌有去提案看過嗎 還沒啊 撐起來看都還沒滿好 那沒關係 那我這裡的話就是 帶你去給 我們幫忙上看一下 來幫這位帥哥看一下 你的底牌好不好 買就買 看完這樣你的臉怎麼那麼不錯 沒有啊 好像這種車 買就買沒辦法啊 你就保佑他 不要說不定 翔哥 翔哥 就頂起來看底牌一下好不好 你都沒有去看過底牌嗎 都沒有 都沒有 下次買車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好不好 第一次買車喔 對啊 第一次買就買賓士 對啊 不會買TOYOTA 是國外TOYOTA 有賺錢喔 沒有啦 再來看一下底牌啊 好不好 看看哪個盛油會主要 因為國外 不知道它哪一週進來 美國有特定幾個週 可能會下去 所以它底牌有的時候 看起來會有點老化 它有點氧化的感覺 你看它這個東西 我們在吃正常現象 好不好 我們以後 我們看說 湯有沒有 剩油 OK啦 底盤呢 怎麼看 來 我叫師傅給你加一下 師傅啊 幫我加一下好不好 要怎麼看底牌啊 就是看底盤有沒有生死 小學生 看底盤有沒有生死 你一串啊 那個天氣啊 藍燕片啊 厚度啊 有磨損 程度 開啟啊 那野獵應該都還好吧 對啊 那如果有的話 那開起來就蠻大聲的 那應該是剛好 對 那開起來好像那個 對 那前面的開筆也快到了 聽到嗎 他來電店前面也快到了 嗯 這還剛買的而已啦 是喔 剛買不到一個月 你看它這個里程數 你感覺真的跑四萬嗎 感覺吧 對 這個看這裡 看 就超過四萬喔 你感覺不像跑四萬 對啊 就超過四萬 因為這個使用痕跡這樣看起來 不只四萬 你看這裡 像那個渦輪館 那裡有稍微在攝影 從裡面再看進去 你看就是我們說的嗎 車子裡面都會有什麼狀況 就是 奧輪館滲油 開皮要更換 打電影片消耗更換 冰箱跟引擎 電信那邊 電片 可能有漏油 你不要難過 來這已經是幾台的安心 你往好是不是想 買了都買了 對啊 人生第一台賓士 OK 那都先這樣吧 阿齒 蛤 天啊這臉很臭耶 呵呵 不與置評喔 如果是我買到這樣子的 我臉應該也會跟他一樣 請他回去一個那個車行 要一下里程的紀錄吧 不知道怎麼辦 其實很常遇到啦 像一般客戶 他買外衛車的話 很常會遇到這個痛痛 因為畢竟他第一次買車 什麼都不懂 你看他連去給人家 檢查底盤都沒有 再來看引擎室也不會看 你們看他引擎室 打開來 那是狗啃的吧 滿嚴重的 都是脆化掉的 對啊 給他看到他是賓士的LOGO 欸價錢感覺比較便宜 就直接買 還是要去給他徹底檢查清楚 因為畢竟 辛苦賺來的錢嘛 對不對 還是看清楚會比較好一點 而不是 匆忙去做這個決定 或很衝動的去買一台車子 他這樣看到那台車子 其實 他外觀是AMG 可是我們剛剛看到他履宣 他履宣不是AMG的 光是這一點 就可以判定這台車子怪怪的 對啊 OK